欢迎收看这一段有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 明镜要报 来自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的信息表示 英国在封杀了华为之后 下一个目标将是中国的核电厂 在英国逐步的将中国移动通信巨头华为 排除在了5G网络基建之后 英国媒体报道指出 下一步的焦点恐怕将转移到中国大陆 在英国其他领域所扮演的一些角色 尤其是关键的核能发电厂的投资计划 来自法信社的报道就指出 在北京祭出了争议性的港版国安法之后 中英关系出现了急剧下降 而封杀华为只是一个开端 下一个被封杀的目标锁定在了核电厂 英国带头抗中的人士就包括了 英国前保守党的党魁 国会议员史密斯 他希望中国大陆在英国未来的核能方面 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被重新评估 史密斯撰文在英国电讯报中表示 我们的能源政策在中国手上 他还说当英国发现必须重新审视战略的时候 光是这一个领域 英国已经完全被中国统治了 报道称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在英国的核能部门投资了38亿英镑 目前正在与法国的电力集团一起参加英国新颗粒角的核电厂的兴建计划 计划将在2025年的时候完工 再来看一下区块链的最新研究表示说 加密货币助力500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外逃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中国的外汇出口管制限制了每一位公民 每年仅限大概约5万美金的资金汇出国外 而根据区块链的建设公司的最新研究显示 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 约有5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资产汇出了中国 显示中国有投资者正在规避当局的外汇管制 研究也指出这样一个现象可能和中国投资者 借着加密货币进行资本外逃有一定关联 另外区块链的建设公司在星期四 也就是20号的时候发布的研究当中就指出 在中国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战 以及人民币贬值等不同程度的冲击之下 该国在过去一年当中 拥有50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资产被汇出了中国 而在同期有价值超过180亿美元 被视为加密货币当中的法定稳定币 从东亚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 而东亚地区投资者使用的稳定币当中 有93%是加密货币当中的法定稳定币 区块链介石公司指出加密货币当中的法定稳定币和美元挂钩 使得用户得以通过抛售而换取法定货币 同时也不至于大幅贬值这样一个特征 也使得加密货币对那些资本外逃来说特别有用 而中国最近的经济动荡就使得该国的投资者 借由加密货币撤出了一些资本 尽管区块链的介石公司也表示 中国汇出的加密货币的资产并非全部都是资本外逃 部分加密货币的资金流出中国的活动 可能是矿工将加密货币转换为了加密货币当中的法定稳定币 并且汇出至国外的交易所所导致的 或者是东亚投资者趁着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高的时候 将加密货币转移到了国际交易所进行交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说 美国对中国会更加强硬 但是谈判的大门会依旧敞开 来自美国之音的信息就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五 也就是21号的时候表示 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但是川普政府在与北京的谈判的问题上 依然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采访时 蓬佩奥谈到了美中两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了紧张的贸易关系 还有国家安全威胁等等 在谈到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问题当中时 蓬佩奥表示说 中国在采购方面做了一些他们需要做的工作 他们承诺需要继续履行一些义务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远远超出 仅仅是购买美国产品的义务 他希望中国能够履行向美国方面承诺的义务 并且将密切的更进执行的情况 蓬佩奥表示说 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意识到 你不能够继续的窃取美国的财产 也不能够继续的摧毁美国的工作 他还说 这就是川普总统在贸易协业当中强调的重点 而在回答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是否能够恢复的时候 蓬佩奥表示说 我们随时准备跟他们坐下来好好谈 努力的达成一项对美国人民有利的协议 但是他也强调 美国将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对中国持有强硬的立场 但是他也说 这是严肃的努力 这是严重的风险 川普总统非常的看重 保护我们的信息 保护我们的网络 保护美国的人民 由于参加疫苗试验感到不安全 巴比亚新几内亚拒绝中国工人入境 巴比亚新几内亚以安全为由 拒绝了一架载着参加新冠病毒疫苗试验的 中国工人的飞机入境 与此同时 这个太平洋的岛国全力的 正在应对着不断恶化的新冠病毒疫情 澳大利亚人报在星期五 也就是8月21号的时候 报道表示说 巴比亚新几内亚的疾控中心的负责人 戴维曼宁 给中国驻巴比亚新几内亚的大使薛冰的一封 措辞严厉的外交信函当中 表示说 巴比亚新几内亚政府要求 并且应该充分的了解 在中国进行的这种疫苗的开发 以及疫苗的免疫计划 以及潜在的风险 才能够批准中国的旅行申请 报道说 这些工人原计划 从中国的天津飞 往巴比亚新几内亚的北部 在由中国国企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经营的端木涅骨矿公司工作 在中国中野端木涅骨公司称对其48名中国员工进行了疫苗实验之后 巴比亚新几内亚的疾控中心出于谨慎 拒绝了这架再有180名中国工人的飞机入境 巴比亚新几内亚的国家广播公司报告说 端木涅骨公司对该国的卫生当局表示说 他们有48名员工在8月10号的时候 接受了新冠疫苗的实验 曼宁在首都莫尔兹比港 对记者们表示说 鉴于缺少有关这些实验的信息 以及他们进入该国之后 可能对该国人民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他昨天的时候已经取消了这个航班 他也说在中国政府通过其在莫尔比兹港的大使馆 提供有关的疫苗实验的相关方面信息之前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审查接种疫苗的中国公民入境的申请 报道说 一个了解这家工厂运营的匿名消息是 对路透社表示说 端木的工人没有获得巴比亚新几内亚的入境许可 天进了航班被取消 员工们都回家休息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端木工厂的高管 就表示说 生产正常没有人缘缺少的问题 另外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说 他对此事并不了解 中国野金集团没有立即回复相关媒体的制品请求 在过去一个月 巴比亚新几内亚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急速增加 导致了该国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之后 这个国家的卫生官员高度戒备 此前巴比亚新几内亚避免了第一波新冠病毒的蔓延 直到星期四的时候巴比亚新几内亚新增的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一例 两名确诊的病例累积感染病例达到361例 巴比亚新几内亚的疾控中心的负责人曼宁表示说 他们还没有批准在该国进行疫苗接种的试验 他也说 进入巴比亚新几内亚的任何疫苗都必须要获得该国卫生部的批准 并且要经过大量的疫苗接种程序性试验 另外他也表示说疫苗试验必须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 美欧达成重大的减税协议 来看法广的报道说 在8月21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美国和欧盟双双的宣布 就龙虾和部分的水晶玻璃制品达成了减少关税的协议 这或许是双方漫长的贸易不和缓解的一个序幕 当天的共同声明当中 美国和欧盟都表示 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以及欧洲的商贸专员豪根 双方团队的努力之下 美欧达成了减少关税的协议 这将有利于美欧双方的出口 价值将以亿计美元的单位来进行计算 还表示说 这是二十多年以来 美欧第一次达成了减少关税的协议 自从川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的升级 美国最近一次针对欧洲产品的关税准新 对准的不仅是欧洲的钢铝产品 还包括了德国的汽车 法国的红酒以及奶酪 而欧盟则对美国的水产品征收关税 2017年一年 美国为了向欧盟出口龙虾 就缴纳了超过一亿美元的关税 根据这一次达成的减税协议 欧盟将回溯性的取消 针对美国冷冻以及生鲜的龙虾的进口关税 美国则对欧洲生产的水晶玻璃打火机 还有部分的即时产品等 做出了回溯性的减少50%关税的处理 年度可以达到1.6亿美元 莱特希泽和豪根都表示说 这只是美国和欧盟之间关系改善的第一步 对双方都有利 其他的协议将会陆续的根基 以打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对等的 跨大西洋的商贸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打isan 12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ốcсп ferment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